疫情结束之后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尽快让公众看到这 四万两千多名医护工作者的肖像 我是李葛 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 人民日报摄影记者 这次受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宣传组的指派 为全国各地支援湖北的四万多名医护工作者 每人拍摄一张肖像作品 作为历史的见证 这次新冠疫情 无论是我们公众 还是医护人员自己 包括他们救治的这些患者 都看不到医护人员的真面目 因为他们戴着厚厚的口罩 所以我们这次拍摄 就有这么一个新的创业 就想在他们保证他们安全的情况下 拍一张他们摘下口罩的真面目 也让我们共同记住 这些英雄的向往 就是我们给他拍肖像的时候 我们要加了一个小动作 就是我们录了一段小视频 就让他说一句话 就是疫情结束之后 你最想做的什么事 我希望疫情结束以后 回到家里 跟我的家人 主拍一张出架 等疫情结束 我最想见到我的孩子 宝贝 妈妈想你了 等疫情结束以后 我想到爸爸的坟前 跟他说一声 我爱你 我们今天拍摄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我们会拍一张照片 就是这个照片呢 是他们精心保存的 珍藏的一张照片 就是他们跟患者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一个合影 这位患者是一只非常配合 我们治疗的一名患者 当时我正在给他做物画 然后他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刚好我的同事记录下了这个时刻 截至目前 我们已经完成了全国各地 支援湖北 四万两千多名医护工作者 肖像拍摄的工作任务 那么这批肖像呢 将作为抗击疫情 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 珍贵的国家影像文献档案 保留下来 透过这一张张质朴的面孔 我们看到的是 背后一个个亲力救助的感人故事 一段段 真振的情感和担当 正是这四万两千多名医护工作者 他们所汇集出的这种能量 彰显了在特殊历史时期下 我们的民族精神 和我们的中国力量 疫情过后 我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给我爸妈找一个女婿 疫情结束之后 我最想做的就是回家 然后保障爸爸 疫情过后呀 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我要带着我儿子的乐队 我们叫追梦乐队 我们想来武汉演出 疫情结束后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带着我的家人 我的孩子从武汉跟他们说 这是我赞助我的地方 我最想干的事情是 抱抱我的两个抱抱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回家用帮我的奶奶 因为我的奶奶86岁 还不知道我来到这里 我最想看到我的抱抱 她现在已经学会走路了 我就想好好地陪她 我希望帮我一个 完整的24小时 12小时用来陪 我的母亲和孩子 6小时 让我是一个完整的教 我想说就是爸爸 就是我没有在现场听 听到你第一次叫妈妈 还是很遗憾的 这一次疫情结束 妈妈想回去抱抱你 五年 从来没有在家 在家过年的时候 在家过过一个年 都是在医院里面上班 所以特别想回家 疫情结束后我最想 回去陪着父母 哇еля 玉 Himself 平坏 好了 太多 Jonas 跌西 不要 别 有 agen Code 感谢观看